我到臺灣首富大學七位三宅和總體長 學生也會揮震給中央 因為公開學生的代理委呈便利 很多人都關心茅修的發展 想後立委貴國文堯這項副市長葉哲宣 是委員丹秋風 審鴻與其他黨委到現代來會看 不論是中央政府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地方民意代表還有包括我們都非常關心 這一個區域的未來發展 那經過剛剛的溝通的情況底下 我們希望能夠朝向一個能夠帶動人流 地方創生的一個空間的一個配置的考量 為基礎來思考中央跟地方的一個需求 該校的校舍賣這些資源可以再利用 若是該為全民運動館和這些大型的當中心 還可以先下機會 幾處市府也表達這關的意願 並慎用效果的資源 索吳大學它的地理環境其實非常的好 那校舍的完整度也非常非常的高 那因為現在剛才開始做所謂的財產清算 所以整個校舍維持度都非常的好的情形之下 那市府希望能夠盡快的來做整體的規劃 然後及早的來進駐 那也讓未來的這個索吳大學的這些校舍空間 能夠做更好的利用 很多校舍都有到現場進行會堪拌勾過 無關是社會主題 秦主管 還有這些專民運動中心頂頂 都希望校舍可以有更好的利用 索吳大學位於整個台南的市中心 那麻豆處於四大西北 那希望說這個地方能夠多點單位進來進駐 那能夠讓我們西北更加繁榮 未來不管是在交通上或者地理位置上 它都是適合地方發展 所以在我們首府大學退廠機制之後 相信如果府方還有中央機關都可以移植到這裡來 相信對地方麻豆還有我們大西北 是有一定的發展 好想要是可以多發展行 對最近還有很多年輕人並且帶動經濟 好的方向經過發展 那等下我們聊聊聊聊聊聊天 了解